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十米气步枪的团体决赛 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金牌争夺 对阵的双方是浙江队和辽宁队 我们现在看到的阶段就是选手们的试枪阶段 浙江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A1把位的杨倩 A2把位的王之林 A3把位的韩家瑜 辽宁队这边是B1号把位的马雨婷 B2号把位的徐明璇和B3号把位的史文新 因为在赛前辽宁队出现了迟到的问题 所以说在今天的金牌争夺战开始之前 出现了一个判法 辽宁队的比分是从0比2的阶段开始的 因为根据规则在报道的时候 参与同牌争夺战 同牌赛和金牌赛的四支队伍要同时 去报道 那么由于辽宁队迟到 所以在首轮的这个环值当中要扣除两环 那么浙江队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资格赛结束之后呢 都是排在第一位的 辽宁队第一阶段呢 是结束之后排在第四位 第二阶段结束之后 在资格赛的排名当中上升到了第二位 顺利地进入到了金牌的争夺战当中 还是按照规则资格赛排在第一位的选手 顺利地进入A号把位 就是原来的我们看到的ABC三个把位 那么FG和H三个把位是留给 进入金牌争夺战当中 此前在第二阶段资格赛结束之后 排在第二位的队伍 就是辽宁队 规则呢跟刚才我们转播的 同牌争夺战是相同的 三位运动员的打出的环数相加 这样呢要跟另一支队伍进行比较 环数更高的队伍拿到两分 低的队伍不得分 一旦两支队伍的环值打平的话 那么将会两支队伍各拿一分 先拿到16分的队伍 获得最后的胜利 十枪阶段呢 王志林这两枪 打了两枪10.7环 刚又打了一枪10.5 那么要提到的是 辽宁队的二号把位 B28位的徐明璇 在第一枪试枪之后 打出了10.1环和10.9环的表现 选手们三分钟的试枪阶段 马上就要结束了 接下来的每枪激发时间 都在50秒钟之内 A1号把位的杨倩 杨倩在昨天的个人赛当中呢 拿到了第三名 在混合团体比赛当中 联合队非常稳定的表现 拿到了金牌 王志林在昨天的个人赛金牌战当中 拿到了最后的冠军 那么混合团体的比赛 是拿到了一枚银牌 表现也非常的出色 而且在昨天的资格赛当中 是以创造全国纪录的表现 进入到的决赛阶段 辽宁队这边呢 像马玉婷 这也是拿到过 亚洲青年冠军的选手 包括二清会的时候呢 拿到过团体冠军 本届全运会上 在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 拿到了第五和个人赛的第八 另外就是他在 国家集训队的队友徐明泉 在今年的全运会当中 是参加个人赛和团体赛 2019年的二清会的时候呢 跟马玉婷一起 还有其他的队友 一起在提交甲组团体赛当中 打破了历史记录 接下来选手们 马上要激发的是第一枪 他们要等待的是裁判的口令 浙江队的三个姑娘 杨倩 王志玲和韩家瑜 第一枪 马玉婷打出9.9环 最先完成激发 石温馨 找到状态10.9环 第一枪对于 辽宁队来说呢 这是 找状态的一枪 到 好 掌一上来之后呢 浙江队先拿两分 手轮成绩扣除两环 裁判刚才播报的这个事情 就是刚才因为辽宁队的迟到 所以手轮的这个成绩要减去两环 如果不减去这两环的话 两队的这个分数差距只有0.1环 确实今天比赛的一开始对于辽宁队来说是有压力的 他们必须要在0比2的这个局面下开始比赛 因为刚才刚刚进入这个金牌赛的转播当中的时候 我们也提到过 就是因为参与到决赛争夺的四支队伍要一起按时间提前报到 但是辽宁队迟到了 所以说根据规则要在手轮的环制当中扣除两环 我们来关注双方第二枪比赛 石温馨10.6环延续了自己的良好状态 还差马宇婷这一枪 马宇婷打了一枪9.8环 那这样浙江队三枪又赢了0.2环 比分变成4比0 马宇婷前两枪都不到10环 一枪9.9一枪9.8 画面当中的是杨倩 杨倩前面两枪都是10.4环 双方的一号把位 马宇婷先激发10.2环 还在等待杨倩这边的成绩 寒家于10.7 石温馨10.4环 王志林打了一枪10.5 杨倩10.7 还差许明璇这边的表现10.1环 浙江队再取两分6比0 三枪过后浙江队连续三个回合都是拿到了分数 刚才我们看到了第二号把位的徐明璇 这是A2号把位的王志林 昨天的个人赛当中拿到了最后的冠军 表现极其稳定 越到后期他的环数打得就越高 马宇婷先激发10.5环 石温馨10.8环表现不错 杨倩打了一枪10.6 这一枪射将队两个10.6环 一个10.5 那么还是领先着辽阳队单枪0.2环 再取两分8比0 画面当中出现的是辽阳队的教练员 那么他有一次较暂停的机会 我们来看看这一枪 马宇婷打了一枪10.6 这是双方的三号把位 左侧的是韩家瑜 右侧的是史文新 韩家瑜10.6环 许明璇也打了一枪10.6 杨倩打了10.8环 这一枪还是浙江队 全队31.9环 辽宁队是31.2环 比分来到10比0 再来看这是B2号把位的徐明璇 2019年的二清会 确实表现非常的出色 双方的一号把位 马宇婷先激发10.5环 画面左侧的是杨倩 石文新打了一枪10.6 韩家瑜10.8环 杨倩打了一枪10.2 这一枪浙江队31.6环 对辽宁队的31.5环 赢了0.1 再取两分 12比0 辽宁队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回合 单回合 战胜对手 6枪之后12比0 金牌战打到目前为止 有一些一边倒的意思 这个时候就会更加的去考验运动员的心理 考验他们的果敢和稳定性 先激发的仍旧是马宇婷10.6环 最近两枪10.5 最近两枪10.5 10.6 王志林打了一枪10.3 差距没有拉开 石文新10.7环 韩家瑜10.4 徐明权打了一枪10.2 杨倩是10.7环 辽宁队终于是赢了 31.5环对31.4环 拿下2分 12比2 接下来要激发的是第8枪 第三号把位辽宁队的石文新 马宇婷先激发10.1环 他总是在金牌争斗战当中是最早激发的运动员 韩家瑜在画面的左侧右侧的是石文新 韩家瑜打了一枪9.9 出现失误 这枪这枪队整体不好 梁军队打了两枪10.7 一个10.1环 连续两个回合 梁军队拿到分数 12比4 还是马宇婷先激发10.1环 最近两枪他的成绩都是10.1 石文新最近几枪的成绩 两枪10.7和一枪10.6 杨倩这边还没有激发 下一枪是王志林打出的10.8环 徐明璇失误了9.9环 这枪队再拿两分 拿到赛点14比4 这枪呢 总成绩是31.7环 对30.5环 两枪队这个时候还没有选择叫暂停 比赛从一开始在金牌争夺战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画面当中是双方的二号把位王志林 画面左侧和右侧的徐明璇 马宇婷打了一枪10.0 这枪王志林打了10.9环 杨倩10.5韩家瑜10.3比赛结束 16比4 浙江队 以极快的速度就完成了金牌争夺战的竞争 那么最终的比分16比4 这个单枪是31.7对31.2 两枪打了两枪10.6环 但是王志林这枪10.9太关键了 展现了他昨天在个人赛的金牌争夺战当中的优异表现 还有混合团体当中 他的这种强势发挥 最后我们再次恭喜浙江队 辽宁队 还有湖北队和河北队 他们在奖牌争夺战当中呢 都是给我们上演了上加的发挥 尤其是获得前三名的 这 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出特来自湖北的张天琪 行航彭此吉 获得本场比赛同拍 我们来自辽平的 马予婷 徐明璇 史温锡 获得本场比赛迎拍 祝贺这单位杨倩 王芝林 韩嘉瑜 获得本场比赛精彩 感谢观众朋友们